音樂 我們現在收看的是燦燃時光會科室 我是� attempt 主持人管東想 燦燃時光會科室 是由公視新聞議題中心 公民行動隱� CartEvery 我們聯合自播的鏡訊 網路視訊的節目 我們希望透過我們的討論 讓大家看到爭議性議題背後 一些更重要的制度 或是背後的結構性的問題 那在我們的節目當中 我們曾經訪問到這個陳秀蓮 我們也談論到所謂的就業服務法 第52條的這個修正案 就讓外籍勞工他可以在三年 這個年滿之後就可以回去 然後再不用再經過一個聘約的過程 就可以再回到台灣來繼續工作 不過這個就業服務法上路沒多久 其實在前幾天就引發了一個爭議 所以我們知道這個世大運即將要開幕 當然有很多的場館要在這個興建 在興建的過程當中 他其實大量啟用了這個外籍勞工 不過有意思的是這個黃昌建設 在前幾天他們其實就把這個 因為這個工期已經結束了嘛 就把這個所謂的117位外籍勞工 這移工朋友就解約 那這個解約其實他可能涉及到了幾個問題 例如說他是不是違反了這個 既有的這個合約的內容 或者是他可能也規避了 某種就業服務法裡頭的這個限制 今天在節目當中 跟大家邀請到的是台灣 國際勞工協會的研究員陳秀蓮 來繼續來跟我們談這個非常重要的議題 秀蓮你好 老師好 請你再跟我們說明一下 這黃昌建設這個案子 到底是發生了什麼事情 他這個案子其實主要涉及是三個問題 一個問題是 他們的契約其實在2013年8月10號 在印尼就跟黃昌 就他現在這個僱主已經簽了勞動契約 可是實際入境的日期是2014年的12月 跟2015年1月跟3月 所以他的契約基本上工人真正領到薪水的時間 並不到三年 因為前面大概有一年四個月 最大部分一年四個月的時間 他就是在印尼Standby 那這段時間黃昌並沒有支付薪水 然後工人也沒有辦法去找其他的工作 就是在等待 那入境之後 他們一開始在印尼先繳了一個錢 叫做就是所謂的國外的仲介費 5萬塊台幣 入境之後在每個月被收7500左右的仲介費 繳了四個月 所以加起來他們付了12萬左右的仲介費 那以往以為我們接觸的案例呢 12萬的仲介費是一個三年7月的仲介費 所以對工人來說 他認為我進來台灣就是一個三年的7月 可是到今年的12月8號的時候 突然仲介就到了工地現場 把所有的外勞都是印尼工人召集 就告訴他們說 現在這個工程2月10號結束 所以你們已經全部2月10號要返國 那如果有想在台灣轉換雇主的 我們可以幫你辦 所以在那個當下 因為工人覺得 我才剛付完12萬的仲介費 甚至有人是3月份才來 所以他其實2月1號 他才要繳完最後一期的仲介費 他當然全部同意了轉換雇主 可是過了三天之後 仲介又再度到現場跟他們說 很抱歉我沒辦法幫你們找 所以請你們去 他就說現在雇主沒有配額 那請你們自己去找 反正依法我已經幫你辦了中環雇主 所以這個時候勞工就突然會慌了手腳 所以就跑到了一個教會 就是希望職務中心去申訴 然後輾轉找到我們 所以他第一個是契約 我覺得是不實契約的問題 如果說黃昌你是2014年12月 你才需要工人 你為什麼在13年就跟工人簽約 那照理說當時你就應該負起雇主的責任 但是黃昌並沒有負起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在13年就開始簽約 但是到了14年 其實大概將近有一年左右 一年四個月左右 一年四個月的時間 他們其實是沒有到台灣來 但是已經簽了這個約 那簽約這段期間 他們有拿到任何的薪水嗎 沒有拿到任何薪水 但是他已經簽約了不是嗎 不是 就屬於我就是你的工人 那為什麼你不可以不給我薪水呢 在法令上面沒有問題嗎 這個我覺得我們其實現在正在跟律師研究 這一塊在法令上面怎麼處理 因為昨天雇主跟仲介的態度 大概就是說 反正我就是 雖然就簽了 可是這個是台灣聘雇外勞 需要聘雇時間 他有些流程需要跑 所以是你們不懂 他當場就是告訴我 就是說因為我們有些需要在產 但是不懂在一開始要揭露 不是嗎 所以我當時我現場就跟他講說 就算你需要這個時間去辦 那為什麼是一年四個月 那反正我簽約上面寫的名字 就是黃昌銀照 你知道嗎 你就是我的僱主 照理說你要負僱主的責任 那現場他們就對於這個部分 他們完全不做回應 對我們來說 我們當然覺得我給你簽約之後 你本來就應該是 我沒有 我工人 我要提供勞務 就是在勞基法上的規定是 我要提供勞務 但是是雇主不需要 所以是雇主的責任 不是我的責任 這是勞基法上我認為的規定 是這樣子的 但是現在仲介跟雇主 他的態度就是 我拿到聘雇許可 我需要人 所以你是14年12月進來 當時我已經開始付你薪水了 對 那你前面在一年的部分 不管我的事 那你進來 我也告訴你說這個工程 仲介的說法是 我已經告訴工人是2到3年 那現在差不多2個年 所以我沒有問題 那如果覺得有問題的話 你就是 這個有一個另外一個 有趣的問題 我們待會再問就是 雇主然後又有仲介 但是其實雇主好像 在這件事情上面審議 但是出面都是仲介 然後跟仲介再去接下 這個關係到底 我們等一下再談 可是回到剛剛談到的 這個從2013年 就已經開始簽約 那到了2014年才進來工作 可是這段時間 他沒有拿到錢嘛 對不對 那可是他可以去做別的 在別的地方工作嗎 或者是他可以再去找別的仲介嗎 一旦簽了約這個時候 是不是他可能沒有拿到錢 但是他可能就必須要吃自己呢 對 其實基本上他們不太可能 去找別的工作 因為第一個是他簽約的當下 他已經先付了5萬塊台幣 所以付了錢之後 他變成是他被告知 你要在印尼Standby 有些人是在仲介公司 住了四五個月 就在Standby 四五個月 那有些人是 因為等了四五個月 覺得沒有辦法 他還是得要先回家打零工 他就回到印尼他家裡 所以第一個 因為他已經付了5萬多塊 他不可能再去找 其他的仲介公司幫他介紹工作 因為這個成本 他沒有辦法付兩次 因為他付給黃昌這個工作已經付了 他當然希望從這個工作可以回 就是回本啦這樣講 那第二個就是說 這個Standby的狀況是 他是隨時要被通知的 所以他再怎麼樣 我們問了幾個工人 他們根本不可能 找到一個正職的工作 所以他隨時Uncle 就是他叫你來你就要來 對沒錯 但是他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會來 對沒有錯 他也沒有被告知什麼時候要來 所以他其實就是一直等 他不可能去做其他的工作 跟有其他的收入 那很多其實就是去打零工 因為他還是得要養家 去打零工 然後就一直等 然後一等就等了一年四個月 那萬一這個工作一直沒有下來 或是沒有這樣子去 那五萬塊還可以拿的回去嗎 當然拿不回去 所以我付了仲介費 但是我最後沒有工作 但是我連五萬塊的仲介費 我都沒有辦法拿回去 對 那不是一個很可怕的事嗎 其實很多外老是在這個狀況底下 也就是說 他現在他就牽涉到一個配額 是在台灣處理的問題 他們因為想來台灣工作 是他要入境 他必須要有實際的雇主 那這個雇主有多少配額 其實都不是外老可以掌控的 所以很多時候外老其實是冒一個風險 是我來找到這個仲介了 那我把這筆錢 不管叫牛頭費也好 介紹費 或是所謂國外仲介費 他有非常多的瞑目 我先付了這筆錢 其實我就是先買了一個工作位置 可是這個工作位置 有些時候我會很清楚被告知 像這群工人 他有被清楚告知是荒昌 很多工人其實是他先去仲介公司 買了這個保障了 等到仲介公司有配額通知我 我再去 然後把後面我剛剛說 他們來台灣繳這個 不管是七萬五或是八萬的這個 時期償還的 中介貸款 再把它辦下來 所以他其實會分兩批 這聽起來蠻悲傷 或是蠻 風險很大 就是我買了一個希望 但是最後可能是什麼都沒有 的確是會是有這個風險在 但是對很多外老來說 因為只要能夠出國工作 他花了三年的 理想背景這個成本 跟這筆所謂一個大的風險 那他可以換取一個相對於他母國 比較高的薪資 所以很多外老他其實會 願意負擔這樣的風險 我覺得 但是這個其實會常常讓自己 處在一個非常不穩定的狀況底下 特別是工作 他不是對一個人嗎 對一個家庭 甚至一個家族 他不只是養活 自己可能也是一種所謂的未來的期望 這期望事實上那個風險是一個非常非常可怕的 剛剛有談到這個黃昌建設 也談到了這個仲介公司 那事實上我們看到有不同的角色 就是說明明雇主是黃昌 可是其實你會發現 剛剛秀蘭的說法裡面就是 出來跟大家喬的 跟大家談的 其實都是仲介 那這個外勞接觸的也是仲介 那黃昌建設跑去哪裡了 他是神隱的嗎 或者說負責任的不是雇主嗎 那為什麼是仲介公司 仲介公司 我就幫你介紹的工作 就一次性介紹完 媒合完之後 應該就沒有他的事情 為什麼他還是扮演這麼重要的角色 這個其實要回溝去談台灣很畸形的仲介 跟移工引進制度 因為就是說 如果說仲介他基本上那個中間人 他的工作是媒合牢房跟資房 讓他們可以形成這個牢固關係 但是因為我們現在可以引進外勞的 非常重要的東西叫做配額 這個配額是掌握在雇主手上 所以像黃昌這麼大的營造公司 他的所有工程都是公共建設 像去年他就接了800億的我們的公共建設 他的整個工程款就有800多億 他的配額隨便講 一個像這一次就有110多個外勞 那一個外勞如果我們算 他的國外中介費只要算10萬 是600萬 然後我作為一個雇主配合在我手上 我要給誰賺這600萬 是我決定的 所以所有的中介公司必須來競爭這個600萬 所以當我本來值得中介人去媒合這兩方 這個時候我所有的工作都會符應於雇主的需要 所以我會去解決雇主所有的問題 像外勞引進的流程 隨便叫一個故事出來講 他就會講不出來 因為中介會幫他辦好 而這個所有的成本 都是由外勞上撥下來的 那像前面我們在談52條 其他談是類似的東西 就是說為什麼一個外勞來台灣 我們剛剛提到他要付12萬 就是國外先付 差不多三年的這個所謂的中介的成本 其實是在協助這個所謂的 私人中介制度跟外勞評估制度 他要持續的存在 而這個所有成本是從外勞上撥下來 雇主是完全不需要付的 所以對黃昌來說 這個工人他到底是在印尼等了多久 不關他的事 因為我只要我需要工人 這個中介要馬上給我人 所以中介就去印尼圈了一群人 stand by 只要黃昌的拼顧許可一下來 我就馬上給你人 所以對黃昌來說 我付 我就請中介來處理 有爭議 有什麼語言溝通的問題 我需要辦體檢 辦居留症 辦這些所有拉莉拉扎的所說的東西 我就全部加給中介 那後續 包括我們那天 我們昨天開的爭議協調會 在現場講 黃昌也是一問三不值 就這些人什麼時候簽約 一問三不值看著中介 然後中介就開始說 我是什麼時候簽 所以我覺得是整個聘僱流程的 這個扭曲 就變成說我們要讓 就廉價的工人必須負擔極大的成本 來讓這個所謂應該是中介人的中介 來管理我剝削我 然後但是所有的利益都不在我身上 就中介賺走了 然後來服務雇主 可是雇主的成本幾乎非常非常的低 像前面很多有些學者做過一些研究 比較大的製造業的工廠 或是像黃昌中營造 他就是有一個很大的配額的這個雇主 他們甚至不用付任何的服務費給中介 他還有一個叫做 就是所謂叫做 叫做回扣 就是我因為我有六百萬的 我有這個 我有一百的工人 我說我可能有六百萬的中介費的利益 所以我不用付任何錢給你 你可能要請我去喝花酒 你要帶我去吃好的 然後上大餐廳 甚至一個工人你要給我一萬塊 因為這個錢 我是從工人身上拿的 所以這些喝花酒的錢 看起來是一個業務費 看起來是一個公關費 那其實最終還是從這些工人身上去剝削過去的 那這樣類似的情形 你會發現 我覺得有點像 就是我們看到在現在很多的派遣的行業裡面 就是工人遇到的問題 他其實要找他老闆不知道是誰 就是他的老闆到底是一個重介呢 或者是在黃昌建森 以這樣一個例子來講 他假設有一些被剝削的情況 他有一些 這一種所謂的勞資的糾紛跟正義 他到底要找誰啊 他們通常會先找重介 但是黃昌這個案子還有一個非常有趣的地方的狀況是 哇老根本不知道他的重介是誰 就他一入境之後他才開始工作嘛 工作工作 但是他們來申訴的時候我們就問說 那請你們是哪個重介公司 他們就搞不清楚哪一個 就是他們連重介的電話都沒有 後來是他們就拿出了他們的文件 就是上面有寫洋運 就是那個重介公司的名字 我們就去Google這個重介公司的電話 我們才知道說原來這個重介 然後電話是這個電話號碼 所以他會非常荒謬就是說 他們來在一般沒有太大問題的情況之下 他們當然就是工作 有薪水 領到薪水就OK了 可是當他遇到問題的時候 他其實有些時候連重介電話都不知道 所以剛剛提到的重介費 其實還有一塊是 國內的重介費 其實他每個月要繳1800 給國內重介 那就會變得很荒謬嘛 就是我今天100多個工人 我根本不知道我的重介是誰 可是我還是持續從我的薪水扣掉這筆錢 扣掉這筆錢給重介 國內的重介公司 那像這次他們有三家重介 到昨天我們才拿到所有名單 才知道哪一個外勞屬於哪個重介公司 外勞自己完全都不知道 這太像我們常常看到很多黑幫電影 有一個人被綁架 然後被蒙上這個黑色的這個眼罩 然後被車子載 載到哪裡他完全不知道 然後甚至也不知道誰綁架了他 沒錯沒錯 他們真的連重介電話都沒有 我想這是一個非常讓人家 聽起來不可思議 在台灣我們在雇主 我們還有個自由轉換 這不是一個自由轉換雇主的問題 他甚至誰是他的雇主 誰是重介他的人 對這些外景勞工來講 恐怕都是一無所知 那當他被剝削的時候 當他遇到問題的時候 他找誰恐怕都是一個更有趣 更荒謬的一個問題 那當然這起來 聽起來好像是一個純粹的違約的問題 就是說我好像付了這三年的重介費 可是我事實上我只有工作了兩年 你就說沒有工作 然後你就滾吧你就回去 那這可能是這個問題 那這樣的情形是多嗎 那第二個是說 在你們的訴求提到說 這是違反的就業服務法第52條 或是這個沒有不顧就業服務法52條的 這些相關的規範 為什麼跟就業服務法52條有關 我們先休息一下 我們待會再回顧要談這個問題 你好歡迎收看這個禮拜的大元宰報新聞 民間團體日日春關懷互助協會 1月9號陪同一名性工作者到台北市政府陳情 呼籲台北市長柯文哲落實性交易合法化 性工作者Miko2015年因為在網路刊登成人廣告 被警方釣魚入罪 以違反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治條例 遭到台北地前署起訴 以其他案例來推估 他至少必須付出9萬元的罰金 日日春協會要求台北市長柯文哲 必須正視性交易合法化的法源 不要打壓經濟弱勢的性工作者 更不能無視台北市現存的性產業 他們批評柯文哲上任後掃蕩八大行業 壓縮性產業空間政策 不落實性交易合法化 他們呼籲市府應該要有積極的作為 讓性工作者也能有勞動安全的保障 夫妻航空的勞子爭議還沒解決 1月11號 夫妻航空召開了股東臨時會 通過了公司解散案 而工會成員當天一早就到了現場集合 後來數度跟警方與保全發生了嚴重衝突 當天股東會討論的事項包括 公司解散、股票下市以及員工的資遣方案 由董事長林明生親自主持 場內的大股東以股權優勢通過了公司解散案 引發了許多小股東和工會的不滿 而原本在股東會結束後 預定要接著召開第六次勞資強制協商 但是因為資方請假而留會 強制協商將會延期召開 資方表示 已經表決通過拉齊大量解雇保護法 預告薪資差額的優惠方案 後續將會由清算人 以相關法令辦理協商 而福興航空企業工會副理事長龐米一則表示 會堅持勞動局建議的版本 也就是要求資方發放1.5個月薪資 加上工會每人10萬元的資遣補償方案 希望到時還是能由福興航空的高層出席協商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1月12日公布數據指出 監控台宿的34根裝有連續監測系統的煙囪 發現有高達25000筆超標排放記錄 共有262件違法案件 但雲林縣環保局只開發一件 並將所有超標數據以各種理由註記無效 對此台宿回應 這25000筆數據不是超標而是無效數據 是在法定期間做校正、定期維護 或是故障時所產生的 但是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痛批 這些超標數字被用各種理由註記 最後全變成無效數字 台宿根本是故意讓超標的事實消失 環保署副署長詹順貴則對此表示 將派專案小組到六清積查 一週內會有結果 一旦有因罰而未開罰的情況 一定會辦到底 如果業者有惡意規避的情況 會移送檢調處理 歡迎再次回到燦爛時光回客室節目的現場 我是節目主持人管仲巷 在剛剛大圓仔報新聞的這個節目當中 我們知道有一群工艙的朋友 有一群包括日出互助關懷協會 他們到台北市政府去抗議 抗議柯文哲政府其實在 有關於性交易的取締 在台北市的性交易取締上面 這個見數是超越了好龍斌政府 我想很多人大家會覺得很奇怪 事實上在按照在台灣的 社會秩序維護法的 第91-1條其實已經讓性交易 可以開放合法 在這個專區裡面 其實你可以去這個合法性交易 可是如果是在專區外的 這個所謂的性交易 會按照社會秩序維護法 第80條這個倉嫖接法 那可是在現實上面 沒有人願意 沒有一個地方政府願意去 設置這個性交易的合法的專區 因為他擔心這個當地的民眾 會有一些不同的意見 會有一些反彈 可是這樣的一個發展 事實上是很有意思的 就是在表面上 好像看起來這個性交易的 在台灣是合法 那但是實際上面 其實是另外一種限制跟打壓 這也是一個我們必須要值得 再持續關切的一個議題 那我們再回到我們今天談的這個主題 我們在剛剛談到這皇商建設 其實因為這四大運的工程結束之後 就把一批這個外勞 就是說這個工程已經要結束了 你們可以回去吧 可是其實我們看到 在剛剛討論當中 你們的問題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在節目當中 我們就邀請到台灣國際勞工協會的研究員 陳秀蓮來跟我們談這個議題 秀蓮你好 我們剛剛在上段節目的最後 有提到一件事情 就是他們其實是交了三年的中介費 那所以對他們在心理上面期待來講 可能也是一種希望留著三年 可是其實兩年不到 或是更短的時間他們就工程就結束就走 類似的情形在台灣是常見嗎 是一種普遍的現象嗎 其實類似的情形 我們其實第一次接到一個這麼大的 這麼多的工人的案子 因為大部分他可能就是在 他就是來時之際就是三年 只是中間可能發生一些老實爭議 有老實爭議的問題 轉換雇主 或是他真的要提前反國 但是我覺得皇商這個案子 他的問題其實在於就是說 如果說雇主的需要並不是從2013年開始 但是仲介已經去把這群人圈來了 那再來就是如果說好你這個工期結束了 其實皇商你底下有這麼多的建設在進行 為什麼不能把這群人直接轉到他其他的 就是他的建案裡面去工作 因為第一個再怎麼樣他們在台灣 已經工作了一年多 我相信他們已經是受過訓練的工人 我覺得對僱主來說這個成本是降低的 那為什麼皇商不願意 就讓他們要求中間 把他們轉到其他的工地去工作 那因為營造 我覺得營造業的生態當然跟製造業 或者是家庭開工工 基本上是不太一樣的 但是我認為我們的國家建設 不管從最早的什麼高速工戶小巨蛋或101 我覺得這個問題應該是長年以來都有類似的問題 只是之前沒有把這麼大的案子爆出來 大概就是在工期結束 或是他的契約到了 他可能選擇就是直接把人遣返 那大部分外勞他可能 當時根本不知道去哪裡求助 在你們的這個當天的抗議的訴求當中 你們有談到說這樣的一個遣返 或是這樣的一種去解約的情況 是不過的就業服務法第52條的 這個相關的這種規範 那這聽起來是一個所謂的提前解約 或是他可能就是一個工期 就是所謂的拿了這麼長的這個中介費 但是他其實並沒有去完成 這個他應該給予的這個工作的時數 那這跟就業服務法第52條有什麼關係 他們目前被辦的叫做期滿轉換 因為他的契約就是2月10號 包含他這個工程2月10號就結束 所以在國家的認定裡面 就台灣政府認定是這個聘僱許可就已經到期了 所以這群人就符合52條所謂的契約期滿 要辦理轉換雇主或是原雇主續聘 所以還有兩個選擇 那他們的選擇就是黃昌不選擇跟他們續聘 直接幫他們辦理的所謂的轉換雇主 在12月8號當時外勞就全部簽了嘛 可是現實上呢我覺得在整個 就52條通過的時候雖然大家都大部分工人都非常開心 可是我們當然作為移工團體我們會知道他其實還有非常多的問題 就是有一句話叫上有政策效的對策 我們在52條通過之後其實接到非常多的申訴 第一個是外勞去詢問請問僱主要不要給我續約 僱主或是說要問仲介 或是說仲介說有在辦了你再等一下 但是時間都會拖到 因為他這個期滿轉換的期限是在他契約期滿當天 就如果我7月假設我2月10號期滿我沒找到工作 我就得要回國沒有任何理由 可是在這段時間內我還持續得在這個地方繼續工作 所以整個有沒有被辦轉換或是時間的拖延 我有沒有足夠的資訊全部都掌握在中介手裡 那像我們聽到的就是這個案子其實他依法 就是如果要說轉換雇主這一部分 對黃昌作為雇主他沒有違法 因為他已經幫他辦了轉換雇主了 只是我選擇不續聘你嘛 那我覺得在法令上我們也不能夠要求雇主絕對要續聘這些工人 但是我覺得作為勞動部他通過這一條 他等一下去看到這群人他一樣在這個工地工作 而雇主明明有名額為什麼他不續聘 那你有沒有一個配套是讓雇主 例如說有沒有什麼獎勵措施 讓雇主願意把這些已經被訓練過的工人留下來 而不是只聽仲介的說法 為了要讓仲介再賺另外一筆仲介費 所以雇主就選擇全部交給仲介辦的 不續聘對於所謂的雇主來講 他的成本會是比較低的嗎 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知道有些人年資越久 他可能他的薪資就會越高 然後提拨相關的這種所謂的在台灣像勞保 他可能就會越來越多 那可是在外籍勞工有這樣一個問題嗎 就是我如果就是讓原來的工人續聘 然後他沒有增加其他的這種所謂的薪資的負擔 這不是對雇主來講是一個比較好的選擇嗎 或者是說他們可能說你這個年資越久 然後你的錢就越多歲 我就乾脆再換一批年金的比較好用 他們也比較不會有什麼樣的抗議 也比較不會是大家所認為那種老油條的那種功能 其實以成本來說 他不會有太大的增加 因為外籍就有領基本工資 他沒有所謂所謂的年資而加的問題 但是他當然會有一個老師剛剛提到管理的問題 可是管理通常是仲介在管理 就是說我這個工人到我的工地之後 三年六年九年當然有差 九年的工人當然他會比較熟悉整個環境 那我覺得他其實就是對仲介來說 他們才他們不會去想說 這個工作這個人做了九年他會做得很好 對他來說他的想像就是老油條 所以而且這個工人一定要出去進來 我才有辦法再賺錢 那我們剛剛提到我們整個所謂扭曲的評估制度是 雇主完全不理解怎麼辦理這個過程 而且所有的管理包含宿舍的管理跟整個流程 都是由仲介在處理 所以對雇主來說 他就是只要仲介來告訴我怎麼做 我需要提供什麼文件我就提供 他完全不了解這一塊 所以仲介就五十二條通過之後 一個是就算這個 我們最近接了幾個案子是 就算雇主想把這個工人留下來 他也跟工人講好了 然後告訴仲介要辦 可是仲介就用文件拖延的方法 拖到已經最後沒有辦法了 或是他會去跟雇主說 我幫你找到一個很好的工人 比這個人很好 那雇主其實也不知道 對雇主根本不知道好不好 而且雇主 重點是雇主根本不知道怎麼辦 所以雇主就會覺得說 好好好不然交給你就好了 所以到最後這個原本被告知 要續約的工人 他可能在到期前六天被告知說 很抱歉雇主找到新的人了 你趕快去找工作吧 可是他只在六天啊 他根本找不到 然後另外一個問題是 其實是我們現在所有的 舊福啊 52條通過所有的辦理的 外勞沒有辦法查詢 我沒有辦法去查詢 我被辦理的沒 什麼意思 就是他沒有 就是我打電話去說 打1955 有個叫做外勞什麼 申訴專線 我打1955我沒有辦法查 結果打去說我現在是 我的名字我的護照號碼 我要查詢我有沒有被辦許約 很抱歉不行 可是這不是應該是一個可以公開的資訊嗎 對沒有任何的查詢管道 他只有一個狀態是 我的所有文件已經全部跑完了 他會被登錄在一個網站 然後那網站是中文的 所以外勞根本沒辦法上去看 然後 所以在事前他根本就不知道 他到底沒有被辦理 這樣的一個工作的 這種相關的這些所謂的轉換等等 他必須要辦完之後他才知道 就辦完之後他還要自己找到那個網站上去看 也不會有人主動通知他們 不會 就這個會有一個公文通知 那通常公文就會給雇主 跟仲介 然後公文也是中文的 所以他們會被告知就說 好我們最近遇到很多狀況 就像還有這次黃昌就是說 他一開始被告知說 我們幫你辦轉換雇主幫你找工作 過了幾天再跟你說我找不到 那我覺得外勞他其實就處於一個說 這個法令 如果要談黃昌52條的過程 我們不能夠說雇主違法 但是我覺得他凸寫一個法的問題是 到底這個法立下去之後 他能不能施行 有沒有辦法達到政府當時要修改這個法 真的去降低中期的博削 他有很多配套你要做出來 但目前完全沒有出來 就是以我老公來說 我什麼時候被辦理 我到底會不會被辦理 其實我完全不知道 我沒有任何查詢 而且我沒有任何申訴管道 我要去可以知道 我獲得資訊可以知道我要申訴 可能是我已經要到期了 或是說仲介會說 好啊你要辦我可以幫你辦 拿這個辦你很簡單 其實就是一張紙 外勞簽了他送去就可以了 他會說那我就要付 你要付付費 我們現在聽到是2萬到4萬 就是你要付我這個錢 不管你是你是在原雇主續約 或是我幫你轉到其他雇主 你就是付了2萬到4萬 因為外勞不可能 對外勞不可能去自己辦這個流程 那很多外勞想說如果我去好 我評估嗎 我現在出去再進來 我可能是付12萬 那我現在付4萬 他會說好那算了我付了 所以他完全 他沒有辦法完全的降低 所謂的剝削的問題 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 資訊不對等的問題 那這個問題有很難解決嗎 例如說我們有一個網站 這網站是揭露所有的充分的資訊 或是網站上面有包括可能 印尼文、菲律賓文 或是來自於各種不同國家的 這些相關的語言 或者是說政府就規定說 不管是仲介也好 或是這個所謂的雇主也好 他就主動有通知的義務 那如果沒有通知 那只要讓他去簽個回函嘛 那如果沒有通知 那就可能會被相當的處罰 那我相信雇主或仲介 他大概也就會去通知的 這聽起來不是一個很困難解決的問題 不是嗎 目前來 目前的規定就是雇主 你有義務跟責任要辦外勞辦 如果你沒有辦 他就有一個罰款 但是什麼時候辦 或是說要怎麼辦 當然是由仲介來 雇主我都不知道 就由仲介負責 那我們其實現在 其實在跟勞動部要求一個東西就是說 好 這個訊息 是不是外來可以主動查詢 當我被告知 我不被虛約 或是我被辦總當雇主 我有沒有一個查詢的系統 我最想要知道我有沒有被辦 因為我要先知道我沒有被處理 我才有辦法申訴啊 可是現在的問題是 我根本都不知道我有沒有被辦理 像我們這檔最近處理很多類似的案子 我們昨天還在打電話跟勞發署 在查詢一個外勞到底有沒有被辦總當局 我連我們都查不出來 結果你就電話一直被轉 然後連我們這種台灣人NGO都查不出 這個人到底被辦到哪裡 都有一個外勞來說 是相對的困難 那另外我覺得有一點就是說 無聲勞通過我們不會樂觀的認為他可以 就是說資訊的公開或對等 是一個最基本的 但是他真正的問題我覺得其實是 整個仲介制度要不要被改變 就是說這種僱主依靠所謂私人仲介 然後由仲介所掌控所有資訊 這個制度政府要不要真的面對他 不然你修復這條 其實我覺得不會有太明確的效果的 他還是有非常多的方法可以來剝削一共 也就是說在仲介制度上面 現在的既有的這種所謂的仲介的方式 或是我們可以看到仲介基本上來講 就是我們常常講說通路是KIM 那仲介本身就是一個KIM 就是一個王 他幾乎掌握了一切 這部分可以怎麼改 我們認為其實要廢除私人仲介 我們一直提我們應該03年就開始提廢除私人仲介 國對國 就是說勞動部 你台灣需要多少這種廉價的工人 看護工製造業或營造工 其實配合是國家發的 應該由國家來做這件事情 來媒合雇主跟勞工 而不是開放給所謂私人仲介去做 所以我們一直在提就是國對國 然後廢除私人仲介 他才有辦法全面真的去改善 不管是資訊不對等 或是中介剝削的問題 再回到黃昌這個案子 你們事實上在前幾天去台北市政府前面的抗議 希望他勞工局能夠出面 勞工局在這件事情上面他可以做什麼 他現在的我覺得勞工局的立場 他就是覺得說52條上面 雇主已經辦了走行雇主沒有違法 那契約部分他會認為說 如果你們勞雙方 因為他是個民事契約 勞動契約 有問題 那 雇主他有點是道德勸說雇主 應該也有一些補償 如果沒有辦法補償的話 那可能就是進入司法訴訟 我認為所有的這種大的爭議案 公部門的態度其實都會是 就 國家就消失了嗎 對 就是走法律程序 你私人的程序是走法律 那在法上面 他有辦理轉換雇主也沒有違法 然後仲介費 這個仲介費是國外仲介費嗎 是貸款 那是工人跟雇主 或跟仲介的私人借貸 我勞工局沒辦法介入 所以他就會一直說 我是一個非常公正的立場 我在這個中間人 我要讓你們兩個談 大概就是這種態度 我想這包括我們在上個禮拜 談一例一休的時候 我們有提到說 其實這個所謂的應該是國家介入到 這種所謂勞資的關係 或者是讓這個勞資關係更制度化 或是更勞方更受到保障 可是我們的政府就常常說 反正你們自己去調 你們自己休假的時間 那是你們自己 把這種所謂的公共的 這個所謂的問題變成是私有化 可是每次一當這種私有化之後 其實受害的 其實都是那個最弱勢的勞工 對 而且我每次聽到這種說法 都覺得非常憤怒 就是說這個制度也是你立的 就如果這是私人制度的話 那你幹嘛立這個法呢 這個法是很不利的 而且資源在政府手上 對 而且勞方 就是因為 就是因為勞資關係也不對的人 所以才需要政府這樣出來 但每次遇到這種事情的時候 他就會說 那你們自己喬 我想這是一個非常非常普遍的問題 當然我們從這一次的 黃昌的這個事情的 爭議當中 我們更進一步的去談到 在目前的這種所謂的 相關的仲介的過程裡面 或是在仲介所扮演的角色當中 它事實上有非常非常多 值得我們必須要去重新檢討的地方 那我們今天非常謝謝秀典來 接受我們的訪問 讓我們更了解這個問題 背後的嚴重性 我們希望下次有機會 再來跟你談相關的問題 我們下禮拜訪主戰 拜拜 好嗎 往前走 继续地去梦